大家好,又到了卓游說玩卓游的時間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這隻 Spring and Autumn, The Story of China 聽到名字就知道,主題是中國春秋時代 這遊戲其實是4X的文明類遊戲 短片一開始我先講一下遊戲大致上的流程如何玩 然後我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這遊戲的感受 這遊戲是一個文明4X遊戲 所以玩家主要是開發 建築物 收集資源 當然要去殲滅對手,殲滅敵人 這個遊戲要贏的就是哪個玩家 做到最多單就贏了 這個單分別有私家單,私人單和公家單 如果當有玩家,任何一個玩家完成三張公家單的時候 大家同時間就揭開自己私家單 然後哪個玩家完成到最多單,就是objective 就會贏了遊戲 這個遊戲的Structure 分別有Action Phase 和Clean Up Phase 由Action Phase 主要是看看 你的Player Board Player Board分別有 5大Action 可以做 每個Action 其實是根據 在牆上的建築物 而做的 例如 有建築物 這個是增兵 增兵裏面 需要你自己的土地裏 即是你自己建了一個兵型 你才可以 把Action Cube 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放在 你的兵型上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個位置增加兵 其餘的 那些動作都是這樣做的 然後 這邊你也看到有一個很大的 Tacture 然後這些Tacture是用你的 資源 去做Research 然後 它可以慢慢去建立你的Technology 除了Technology 之外 其實它還有這個 你可以有這個 Philosophy 卡 這個卡就是 當你做了 某類型的建築物 你就可以立刻去拿 初張 這些Philosophy 卡 其實也是 可以帶給玩家不同的 長著的技能 所以除了Tacture 之外 你 拿這些卡都可以建立到每個玩家的能力 當這個玩家 去到 這個 如果移動之後 如果會打架的話 就會用這個擇式來判斷 擇式方面 雖然雖然你堆兵地走過去打的話 但其實一個兵種 只是給你一粒色 而擇完顏色之後 就謀哪一個顏色最大那一粒 才拿去計算 所以你派很多人過去 其實你也是擇三粒色 唯一多人的用途 就是可以令你 你的兵死的時候 耐打一點 因為你如果每一圈輸給對方 你只是死一個 unit 那時候就可以考慮你 究竟是否撤退 所以你兵多的時候 當然你就可以耐打一點 完成了 打完架之外 除了打架之外 其實這個遊戲 也有一個 Event Card Event Card 當有兵 打架和移動的時候 Event Card就會掀了一張 但是掀完之後 裡面的Event Card 未必是執行 首先你看看 這個數值會不會推到 那邊有那條龍的Track 如果推到最遠 最出的最高點之後 那張卡才會執行 所以這張卡 揭出來之後 可能是 不會發生任何事 然後可能 就會到下一張 它才會 會令你 會讓Event 才執行 Event Card 其實很多都是給玩家 One-off 的能力 所以Event Card 出來之後 每個玩家都會 用我們手上的 資源 一起去 比那張Event Card 然後贏的人才可以 保持卡 OK 大致上這個遊戲 就是這樣玩的 一直 沒有限定數 直至到某一個玩家 完成了三個 公家單之後 然後 就會大家一起 揭開所有的 自己的私家單 加上 做得最多單的玩家 就贏了遊戲 跟大家說完遊戲 怎樣玩之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這隻遊戲的感受 首先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遊戲的component 老實說我是有少少投訴的 這個component方面 首先 它印的紙Token 我不知道它是 是廠的問題還是什麼 我有幾個紙Token 是分開了 所以我有幾個 需要用 類似的張護筆 貼上去 所以 裡面的紙 它甩開了之後 中間的紙的Quality 我覺得是不一般的 所以 它的Quality 即Token方面 我覺得是 不可以的 是一般般的 雖然 我有miniature版 雖然大部份的Token 我都不會用 某小部份的東西 可能 那些錢 可能會有Metal Coin 使用 但是 如果你只是買Base Game的朋友 我覺得它會有些投訴 首先我分享一下我對這款遊戲機制的底法 它跟一般的4X遊戲 都有Tech Tree發展 它的Tech Tree不是太複雜 它主要分了五大類 然後讓玩家集中如何發展Tech Tree 或者集中一樣 或者分散 去建立不同的技能 亦可以幫助到玩家的 版本的Pairboard 都很清楚地顯示到 會有一個Tech Tree如何去 以及有什麼能力 所以 它的Tech Tree 我都覺得挺好玩的 而它另一個賣點 我覺得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的Objective 即是它有公家的單 放在外面 然後也有私家單 要五張去做 而公家單最主要的作用 是去做Trigger 它是End Game 但其實最主要是去贏別人的 就是要做你的私家單 因為私家單有五張 最後要鬥你的 你的Objective做了多少 所以 外面的位置 會令到你限制 公家的單 會令到你能看到 遊戲的長度 你什麼時候想去 Trigger 你的End Game 如果你有 你自己的 即是私家單 的Perfect Objective做得多 你有信心的話 你就可以 去Trigger 外面公家單 End Game的Condition 又或者你入面 你的單不是做得很多 而你又怕對方 做了很多這個 Perfect Objective 的時候 你就會想 儘量去拖延 對方不要讓他做到 這個公家單的Condition 所以 這個位置也是一個思考的 有一個是要去猜測一下 究竟我應不應該去完成這個 遊戲 還是繼續牽制別人 而我 也挺喜歡 另一方面 我也挺喜歡 就是 戰鬥系統比較簡單 所以它主要是用 擇式去判斷 完成戰鬥之後 如果你輸了 你會需要 抽一個 Dishonored Token Dishonored Token 後面其實有不同的價值 又大又小 有些可能是零的 這個Dishonored Token 重要性就是 如果哪個玩家 End Game 的時候 大家一起 如果有Dishonored Token 大家會 掀出來看看 誰加上Dishonored的數值最多 最多的人 會立即勾遊戲 就一定不可以贏 所以 打黑仗打輸了 代價是有機會贏不到遊戲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創新的 很特別的後追機制 因為如果 你做的 objective achievement 很明顯 不夠對方快的時候 你可以 通過 打人家 然後令對方 取得Dishonored Token 令到你有機會 從後面 翻盤 贏了 都可以 這個位置我覺得挺特別的 因為從其他遊戲 我都未試過 所以 這幾個 這幾個機制 我都覺得挺好玩 挺有趣的 而這個遊戲中 它都可以 去拿你不同的Philosophy card 就是 令到你去增加你 每個你自己的種族的特殊技能 其實獨特殊技能的種族能力 就是在Philosophy card 所以 越獲得多 越開發得多的話 你自己的能力 除了你的Tech Tree之外 因為Tech Tree的每個都是一樣的 但如果你是獨特的能力 就通過Philosophy card 去開發這件事 而令到 每個玩家的重玩性 就是在這個 令到 你的Tech Tree的能力 再配合你自己的Philosophy card 這個特殊能力的話 令到你的不同的組合 增加了不同的組合 然後去做你的 想集中你自己做的私家單的任務 如何去做得更加有效益 之前 有一件事 就是未提過 可以跟玩家 跟不同玩家結盟 結盟了之後 然後呢 你去到 你去到 Clean Upkeep Filos 就可以取得結盟裏面的 好處 然後可能會取得資源 或者可以 去做Trade 這樣的東西 完成 這個Clean Upkeep 當你取得完的資源之後 你可以 把結盟的 同盟 取消 大家取得對方的卡 所以這樣取走的話 他不會接受任何懲罰 當然 如果在這個churn 執行動作的時候 打你 跟結盟的人的話 你也會看到 在下面 你把卡寫著三個Token 就是要抽三個Dishonored Token 如果有些是一張的話 你就只要承受一個Dishonored Token 所以這個遊戲 這個位置蠻特別的 所以 這個結盟的地方 可能你今天跟對方是盟友的 可能下個Round 就可能變成敵人 這是一個 遊戲比較特別的位置 令我覺得這個結盟系統 更加有彈性 以及更加符合實際的情況 而最後 Event 卡 揭出來 其實未必是會 Trigger 它是要靠去到這條龍的chaos 那個Point 出軸去 它才會Trigger 你這張Event 卡 其實我也未見過有些遊戲 這樣去Trigger 你可能揭了一張牌出來 通常你的Event 揭出來 就會立即 會Activate 會發生作用 但這個 不是這樣的 你要猜猜一下 那張Event 牌 是否會有用 所以 這算是蠻特別的 但我又 又不太覺得 這個位置又不覺得 它加進去之後 會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 我也不知道這個Event 卡的位置 是怎樣 總之我覺得 Event 卡出來 會令到這個遊戲有產生的變化 但是它突然有些牌 揭出來不會立即去執行 我又有一點覺得 好像有些多餘 第二點我想說一下 就是這個遊戲的主題 這個主題是 這個春秋伍霸 大家不知道以前有沒有讀過中國歷史 就是這個齊楚進巡 還有這個 有些人又說送 現在它又用了伍 所以這個主題我都覺得很特別 我都沒見過有這個類似的 這個遊戲 在市面上的遊戲 在市面上 所以因為它這個主題 才能掌握到我 然後去買這個 進入這個遊戲 但是 它 亦有些位置 這個位置我們有點彈 畢竟這遊戲是 外國人做的 所以它 不是很熟後面的 歷史的位置 我看到有些Event的牌 看到有些是鄭禍 鄭禍明明是明朝 差一千年 然後有些是 韓國入侵 這個中原 所以根本也不太合理 所以 它的主題方面 我覺得是 是吸引我的 但玩完之後 令我覺得它的牌 真的不太忠於歷史 但是 它的藝術 還有它的 牌的UI 以及 Pairboard 我都喜歡 我覺得是OK的 不過你也看到有條龍 有條龍 有條龍會有條龍會有條龍會有條龍的特殊 特殊的活動 特殊的功效 影響到場上發展 所以 如果想回這一層的話 其實這個遊戲不是一種歷史遊戲 它都是有些神神怪怪的東西放進去的話 可能它拌一碟 也很正常 其實這幾個點 都不影響遊戲性 只不過是我個人的 看法 但是之後有三點 我真的覺得 這個遊戲中 有遊戲性方面 是需要有些關心的 雖然它說它是一個 4X的文明遊戲 但其實它是小組的X 我覺得 它沒有了Explorer 即是開發的 你看到 地圖已經設定了 就是這樣 它不會說 好像有些圖片 揭出來 然後突然說這是什麼地形 或者是 地圖可以延伸出去 好像那些 Eclipse 可以這樣擴展出去 這個不是這樣 所以 因為地圖確定了 所以基本上 其實它不是4X 我覺得它只不過是3X的文明遊戲 所以在這個位置有點失望 第二樣東西 我覺得它那個 Private Objective 是比較失敗的 因為 我試過玩過幾次 它有一局 我抽了5張的私家單 都很難做的 基本上 你一看就知道你贏不了 而之後 我的對手 他抽了一張單 可能 可以做幾件 可能有幾張單 可以混合在一起 一起去做 所以 它的私家單 也有這個draw luck 這樣的情況出現 後來 我就 第二 在學校來玩的時候 我都 House rule 要Draft 單 例如你自己 起手抽了5張之後 你會跟其他玩家去Draft 這樣會 降低了draw luck的情況 出現 所以 這個 Luck 方面 是有在的 所以 要House rule 去減低 Luck 的成份 而最後一點 我想去投訴 就是 它那本 Rule Book 它那本Rule Book的 編排 編輯 我覺得是很差的 我覺得有些位置 有些Rule Book 其實它是可以 簡化 濃縮 或者是一開始 說一次 然後 去應用 幾個Action 因為其實有幾個Action 都是同一個 但它重複了 在每個Action 重複一次 所以你讀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浪費時間 和很重複 但是它有些位置 它不太清楚 又 有些位置 又比較不清楚 又沒有多些 文字和篇章去解釋 某些位置 所以 它那本Rule Book 我覺得是一般的 之後 那個Designer 可能知道什麼事 他都放了Q&A 在BGG 還有他有個 2nd edition的Rule Book 放了上去 Rule Book 真的覺得一般 雖然 不影響 這個遊戲性 但我覺得這件事 都要投訴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段短片的話 記得訂閱和分享 還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節目 等待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